在德云社的演员中 陶阳可以说是非常特殊的 虽然年纪不大 但是他的人生却经历过几次大起大落 他不但是郭德纲的干儿子 在京剧方面他是京剧神童陶阳 在相声方面他是陶云圣 陶阳的一名是圣 这个字可不是随便给的 可以说郭德纲对他的期望 完全不亚于自己的儿子郭麒麟 6月12号陶阳在自己的微博上发文 还晒出了跟自己师父郭德纲的合照 引起了大家的热议 陶阳说水有源树有根 这六个字的字面意思很好理解 水是有源头的 大树是有根的 意思是自己不管有多大的成就都不能忘了源头 而陶阳晒出来的照片是他跟自己的师父郭德纲一起唱戏的照片 陶阳被誉为京剧神童也是德云社麒麟巨社的头牌 郭德纲就是看中了他的取义天赋 所以当年冒着巨大的风险 把陶阳受为干儿子 还给了他非常优厚的待遇 同样是郭德纲徒弟 人家陶阳红了以后 时刻不忘郭德纲老师的恩情 而当年比他待遇好很多的何云伟 却在郭德纲老师落难的时候 毫不犹豫的离开了德云社 所以不少网友说 何云伟应该脸红 看看人家陶阳是如何尊重师父的 什么叫滴水之恩 永泉相报 作为德云社的大师兄 何云伟在德云社可谓是养尊处优 却成了让郭德纲最伤心的一个徒弟 何云伟在离开德云社以后 犯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否认郭德纲对自己的教育之恩 说自己来德云社是代意投师 郭德纲没教自己什么 第二件事就是公开反对郭德纲 在自己的直播中称呼郭德纲为郭纲 暗示郭德纲无德 第三件事也是争议最大的事情 拜师侯耀华 企图跟郭德纲从师徒关系变成平辈关系 这三件事几乎是断绝了双方和好的可能 而陶阳哪怕是后来成名了 都对郭德纲老师尊敬无比 说自己有两个师父 两个爸爸两个妈妈 郭德纲问过陶阳 你长大了以后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陶阳说了三个字 不退出 郭德纲赶紧捂住他的嘴 说孩子你不能说这个话 将来你出息了 有本事了 师父不希望你还留在德云社 希望你能开宗立派 做出更大的成绩 有一天你长大了之后 你的志向是什么呢 不退出 什么叫不退出啊 这年头啊 不退出就不容易了 所以陶阳短短的这六个字 确实是让那些退出德云社的人脸红 如果没有郭德纲和德云社 何云伟和曹云军是不可能有现在的财富和地位的 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但凭这一点就该感恩人家一辈子 是人家改变了你的一生 德云社的张赫伦说过 乌鸦反哺 山羊贵乳 禽兽上之眷恋父母 何况是人呢 陶阳这份知恩图报的人品 确实是值得我们佩服和学习